- 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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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與李懿 溫柔 溫柔 一子一女家庭生活相當幸福美滿 時常透過社群分享生活的6月 18日曬出自己3個月前睡傷的照片 直線照片中她的顴骨與眼睛部分 紅腫、欲青的相當嚴重 已經完全看不到眼睛 對此她也在文中提到了當時去急診 醫生認為沒必要拍X光 領完藥後就返家、休息了 不過由於後續的血腫 讓她真的睡不著 隨後又找了醫生開安眠藥 過沒多久自己到醫美診所 打消炎、消腫針 這次醫生擔心是骨裂 則建議她再去拍一次X光 不要再上上禮拜 身體好幾個部位的疼痛 排山倒海而來 手伸不直、肩不能提 膝蓋也非常痛 臉的部分是最痛的 最後6月安排了3個醫生 先是看身體的拉上 而該醫生照完調音波後 淡淡的說到 你的傷基本上不可能造成你這樣的疼痛 你最近有吃什麼藥嗎? 卻發現疼痛可能是安眠藥導致而成 最後醫生幫她請掉安眠藥 並幫她換了肌肉鬆弛劑 隔天臉馬上去燒腫 也不會痛了 目前人都已經恢復 天文一出不少粉絲都留言表示 要好好休息喔 神經病 神經病